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初秋的缘故 所以各位朋友 衣服还是要 记得要怎么穿 那各位朋友 柯文哲的案子非常 非常欺责 因为最近都常有一些朋友问我 怎么看待 我看法都跟多数人不一样 我觉得多数那些电视 或者那些电台在评论 或者网红在讲 都是胡说八道 那当然他们觉得我这样讲有市场 我故意掰有市场 那 柯文哲为什么不抗告 对不对 今天各报都觉得他不抗告 我昨天在节目上讲 因为抗告不会赢嘛 那各位可能不太清楚 三个律师已经欠柯文哲抗告 抗告好歹有机会 说服法官把你放出来 这样我们跟他对战 就会比较平等你知道吗 这个叫武器平等 那三个律师为什么没办法说服柯文哲 柯文哲不愿意啊 你是我的委托人 你们三个都说要抗告我不愿意 那你只能 你只能顺从我 因为我是出钱请你们来打官司的 各位懂了吧 柯文哲为什么不抗告 因为道理很简单 知道抗告不会赢 为什么他知道不会赢 律师认为会赢 因为柯文哲知道 检方手上有什么 律师不知道啊 各位 小董你讲这话太闲了 对 以后就会印证小董讲的话就对了啦 不是说我对施法多厉害 因为我知道大家在思考什么嘛 检方的思考 检方是很笨的 这检方让人家无言 所以我一直跟他 我一直在很多节目上 我拜托检方听我的广播 听我在电视上节目怎么讲 那是一个方向 你们又笨又蠢 然后 又要搞政治办案泄密来带风向 这个不是真正办案的一个方式嘛 社会上很多人会同情柯文哲嘛 为什么一直 检方一直泄密给荆州刊怎么样怎么样 就会 对不对 即使觉得柯文哲应该是有罪 可是 你这样搞 大家会同情嘛 他们过去这样搞马航九 马航九没有人同情 因为马航九 那时候人人讨厌他嘛 柯文哲还有一批小小的死忠铁粉 各位我讲就是这种情况 所以很多人不知道 不明所谓而已 但是 我们长期在观察 我们很清楚 现在前台湾 前台湾只有柯文哲知道检方掌握了什么东西 所以他不抗告 你看 我讲这个真的很闲 对不对 但是我大概 清楚检方掌握了那些东西 那当然了各位大家可以看到 就柯文哲来讲 前面的那些都很混乱 包括小草抗争 包括我在党务 包括我那个 总统大选财产申报不实那些东西很环绕 柯文哲现在最需要是怎么样 他要给他一个单纯安静的空间 让他来思考 因为他比上个律师还聪明 律师知道法律程序 知道一些树状或怎么攻防 可是真正的核心是柯文哲自己 那柯文哲现在要 他自己很需要一个很静的 没有人吵我 没有我太太的什么事情 或者我党部的什么事情来防我 更没有每天媒体唯独我 他有的不能静下来思考 他现在想静下来思考 他要如何来面对 检方掌握的资料 各位你现在懂了吧 那他知道检方掌握哪些资料 他的律师应该不知道 以我判断 陈佩琪也不知道 党内更没有人知道 因为柯文哲虽然 大家讲他好像很爽白很爽直 直啊直白啊 讲什么都觉得阿伯很透明啊 没有 柯文哲是一个性格很深沉 可是可以装作自己 好像很绥静很大辣 很信口开合给你啊 他其实他的性格是非常深沉的 这个深沉啊 他背后很多东西在进行 你不知道而已 你不知道而已 对不对 很多民众党的朋友 因为民众党朋友很多我认识啊 那些委员跟我很多也 也有多连交情 你知道阿伯去跟沈庆庆唱歌吗 有谁事先知道的 前党有谁事先知道的 听阿伯的小吵 有谁事先知道 在民进党的 台北市议员还没有揭发说 他们两个还去唱歌 之前有谁知道 没有人知道啊 对不对 阿伯并不是公开透明啊 什么都透明啊 他对外讲他是非常透明啊 他台北市政府 第一天上任他 他就我就是一个透明政府啊 结果出处黑箱啊 台湾讲黑箱 那些人最不要脸啊 每天骂马杭酒黑箱 那些畜生最不要脸啊 对不对 都在搞黑箱啊 阿伯罵黑箱 是最不要脸 垃圾下山岸 他们哪一个不黑箱啊 立法院过半数的在野党 要求看 你身份证 说要做数位 花了十几亿 那到底结果是怎么样 结果他们全部涂黑 给立法院看 超市 不准看 驻美代表一大雷 可能浪费很多钱去买沙发 买床主 不准看 外交机密 民进党是一个垃圾 下山岸不要脸的畜生党 民进党搞黑箱 前台湾没有人讲话 除了小统在那边骂他们 是畜生之外 当年最喜欢骂黑箱什么 太阳花 太阳花 是一群垃圾下山岸 民进党处处是黑箱啊 你们去哪里啊 死到哪里啊 我诚恳跟很多朋友讲 你周遭还有这些太阳花那些 你就跟他结交啊 我告诉你朋友不用太多 小统朋友满天下很多啊 但我觉得很多不用太多 性格跟你不符的 不要 不要这种不要交朋友 这种黑白不分 每天为了一个形态 意识形态在服务的 搞台独的这些人 对不对 太阳花的 不要跟他交往 我老实讲 他们没有是非 对不对 他们就没有是非啊 你跟没有是非的人交往干嘛 将来他第一个出卖你啊 他哪有什么原则 你周遭有那些缓和的 不要交朋友 小统已经讲很多年了 那些人就是 跟着社会潮流在走 然后觉得我缓和 好像我人品很高尚 不要脸啊 你缓什么 你人品高尚什么 畜生 有什么好人品啊 各位 大家讲嘛 小统讲这些 讲多少年了 我觉得跟你那种 个性完全味道不一样 或怎么样 不要往来了啦 你不要往来 你更浪费时间去 跟这些人往来干什么 你有很多时间 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 各位朋友 我诚恳的讲啊 那我也是这几年才想到 因为我过去当记者 我需要外面有很多的 各样各式认识的朋友嘛 我过去很需要 我采访什么东西 我有这一线的朋友 我就问啊 对不对 我就问 人家乐意告诉你 因为你小统值得信任 不会泄露消息来言 然后我把这个背景跟你讲 穿真眼线 小统很多事情就是靠外界 很多朋友想通了 我是记者 但这些年来 我觉得说 有些事情 各位朋友 实在不必容忍啊 那种跟你情不投意不合的 人分就分嘛 大家还有几言好活 你不要再活在这些人 还要去应付他 跟他细语尾仪那些 西情假意 不需要嘛 我讲这个也是讲给柯文哲听啊 听说监狱中 有些人是可以听收音机啊 我不想要真或假啊 但是我告诉 我告诉各位朋友 你要想通了 很多事情 要把它单纯化 那 可以看到 柯文哲在想什么 他想 我要找一个地方 好好的清静清静 关到牢里刚刚好 我来思考 我要怎么样 那柯文哲思考这东西 他过去也思考很多 思考很多东西 我要怎么去隐藏 不给人家知道 让人家认为阿伯很坦率 很公开 很透明 他其实隐藏很多东西 所以我说 他其实很深沉 他的思细非常优微 有很多事情连他太太都不知道 各位 我讲真的就是这样 你现在慢慢的看 那检察官现在正在爬书 他们从柯文哲家里 收到了一些东西啊 然后要来做分析啊 可是因为检察官也笨嘛 他很多东西 我真的不是故意嘲笑他们笨的 他们在办案哦 你看得里里浪 带很多记者 很多调查员现场 哇 我们来搜索柯文哲 哇好神气哦 大家在下面等了一个做通说 对不对 然后现在说柯文哲在里面媚震啊 是啊 那这两天最大的笑话就是陈佩琪讲 他在洗澡上大号啊 所以就变成有一番口角 我觉得这些其实都不是很重要啊 为什么不是很重要 柯文哲是不是在媚震 柯文哲是不是在媚震 哎呦什么震好媚的 柯文哲要把政绩带回家啊 对没有错 因为他离开台北市长 过去可能在放在市长室里面 现在媚震啊 是不是 有没有这样 各位朋友 检察官就是要查出的 最主要就是这个 一个人犯罪哦 你第一个想要媚震 第二个想要串震 第三个想要逃亡嘛 所以这些原因都构成收押的要件 很多人讲啊 本刑最重多少年 当然那是一个附带的要件啊 不能用本刑多少年来做 积压的唯一理由 你不能说哇 这个人哦 他可能哦 会判20年 所以他一定会逃亡 因为太久了 这个只能做 不是最主要的政绩 最主要政绩是怎么样 你有 魅震 串震 逃亡之一 我随便举个例子哦 应小为为什么马上押 因为他出国啊 出国是逃亡的动作 我们认为是啊 所以应小为马上就被押 简单讲就是这样啊 那所有这些东西哦 其实他检察官 他会故意放一些人在外面 这些人 就是你来 我真信你的时候 你的配合程度 我会跟你讲 你把事情一如一时告诉我 检察官会办案他有个方式嘛 他也会骗你嘛 你把这事一如一时告诉我 我不会激压你 对不对 你如果有所隐瞒被我发现的话 我就会激压你 我现在要激压谁 法官都会准啊 省清清准了 应小为准了 对不对 吴顺民准了 彭政森准了 柯文哲也准了 我现在要压谁 谁都会准啊 他有时候是这个混为 你知道吗 这混为 陈水扁一压 背后要压邱毅人 要压谁 通通准 马耀永诚通通准 后来邱毅人判无罪 各位来想想看 可是那个混为 法官不敢不准啊 他这就是扁案的中大关键啊 阿扁有没有把钱放到海外 有 那这个不用省都知道 这个在万国公罪 叫做洗钱罪 洗钱罪 为什么洗钱罪 现在叫万国公罪 因为911以后 美国双子星被炸了 那他们对付恐怖分子 觉得说 有一个方式 效果会比较大 把你的金流断了 所以要求各国瑞士 你们这些最容易洗钱的地方 哪些人的钱 要动的话 我们必须 能够掌控 简单讲就是这样啊 所以他们把洗钱放作 洗钱是恐怖分子 有资金流动 用来做暴力行为的 这个万国公罪哦 各国都不敢亲乎啊 因为每个国家 都可能遭到恐怖分子的袭击 各位 所以这几年洗钱罪才会 被各国那么重视 又有美国领导嘛 然后各国大家就看到 哇 没有人敢忽视啊 就变成这样 所以阿扁一被他的 其他的我不讲 你钱有没有放到过来 有嘛 对不对 那时候证实都已经有了 那大家可以看到 他很多东西 就不一样了 为什么后来扁案办得那么顺 因为扁案的金钱流向 吴树珍是最熟悉嘛 他一回交给他哥哥 一回交给他大嫂 你怎么样 交给他儿子 他媳妇你怎么去洗钱 他最清楚 检察官把他找来 吴树珍很清楚自己的优势 我是一个残障人士 你根本没办法收押我 你根本没办法关我 吴树珍也被判 跟阿扁一样啊 可是吴树珍不用坐牢啊 为什么 我们监狱没办法照顾他啊 我们不小心把他弄死怎么办 对不对 我把他派个人去忽视他 不可能嘛 那他都不用请外劳了 变成我们政府要边前找一个 一个台湾 台湾两个劳来帮他 那不是更麻烦 所以他变成不用坐牢 吴树珍怕的是什么 吴树珍怕的是他的家人坐牢 他的儿子坐牢啊 所以检察官办案就讲 你不讲喔 那你儿子洗钱这么清楚了 我们现在办他 我们要把他收押 吴树珍就吓到了 这是独生子啊 对不对 陈志冬是他的独生子啊 你这些都不配合不讲出来 还要隐瞒 那我们只要收押你儿子 我们知道压你 你会觉得我们压不了你 没有错 因为你身体情况 我们没办法压你 可是我们压你儿子 你儿子洗钱啊 你儿子到海外去洗钱啊 你儿子到海外去洗钱啊 我们有足够的证据啊 吴树珍就吓到了 各位 你当检察官是要靠这个东西 去办案的 我知道你最忌讳的是谁啊 各位有看过侯孝贤的电影吧 侯孝贤的电影 当然大家看到了很多部 乔董你要讲来部 内影娘啊 内影娘啊 内影娘跟他的师父 写了建树啊 他写了建树 可是这个建树 写完以后 你的心性要不分亲书 六亲不认 要完全结情 你的建树配合你的结情的话 你就天下无敌啊 可是他没办法结情啊 那他的师父跟他讲 乌建树已成 道心未尖 就你没办法练到结情啊 这是侯孝贤导演在告诉我们的故事 这个其实 在真正内影娘的 小说里面是没有的 这是一个唐朝的小说啊 那他里面还一个 他说你要杀一个人 这个人可能他很有办法 武功也很高强 所以你要怎么样 你要杀一个人 先事其亲啊 就怎么样 他周遭他亲近 他最疼惜的人 你要把他抓在手上 要来开刀啊 所以内影娘 为什么要杀那个人的儿子 那个小孩子啊 其实他没有要杀 可是他爸爸就紧张了 你把我儿子抓了 他就紧张 亦是其人 先事其亲 在侯建树告诉我们的故事 那这个故事就是说 一个人的心理状态啊 所以他就会惊慌 吴淑敦就惊慌了 我告诉你的情况就这样 侯孝贤这部 这部片子非常好看 但是要很用心看啊 因为他可能拍很长啊 中间很多东西 片子太长成本不符嘛 在艳线演也不方便 所以他只好剪掉很多 但因为侯孝贤的电影 我是长期的那个 我看得懂啊 很多人都看了看不懂 不会啦 你就慢慢看 慢慢想 跟一代宗师一样 一代宗师王家卫这部片子 很多人讲 怎么是这样 我说 因为他很多东西 他最后只好拍太长只好 自己把它剪掉 这个我是很有经验啊 我过去写稿 一采访一个新闻马上写 哇 一千五两千字 一个报纸一版也不够两千多字 难道你一篇稿就给人家占半个版吗 所以我最大的工作就是我要开始删 这个不要 那个不要 这一段不要 那一段不要 写了十五段 结果我自己要删掉一半以上 这个就割舍啊 很多艺术家不晓得自己要割舍 就这东西自己太舍不得了 这个东西就变成很很庞大 很没有重点 各位你懂吧 所以割舍是一个很大的艺术的一个 一个挣扎的一个情境啊 我们在写东西也是太多了 你要人家看这么长干嘛 你如果一个网红 哇我今天拍一个东西拍三个钟头 谁有时间跟你看三个钟头 啊两个钟头 谁有时间跟你看两个钟头 我告诉你啊 最好的短片 十五到二十分钟就好了 我不骗你啊 因为我过去在组织节目 我就 我后来 自己去推敲去看 因为每一秒有多少观众 我们是我们电视台是知道的 因为我们里面有装那个 知道有多少人在看 到个位数都知道有多少 多少人在看 可是我们 我们就想说为什么讲到怎么样 这些人为什么要走 因为讲太久 所以大概到哪一个断点就要停 让大家喘一口气 广告时间 有人上厕所 有人去烤个什么东西来吃 然后等一下他要回来 你再从头来 所以你要用这样的设计啊 这是我们自己的经验 那我觉得说 就 就整个柯文哲这个案子 如果我是检察官 我是很好办 但是 检察官你要想柯文哲智商157 他现在静下来思考的话 你们的脑袋没有他清楚 智商没有他高 你要怎么让他有罪 那柯文哲现在在想什么 柯文哲在想 我知道你有了什么东西 但是 我要用怎么样的方式来破解 我要用怎么样的语言来回答你 因为你会在真信我 你真信我 将来法官也会问 那我讲的这东西要一致 跟检察官讲的 跟法官讲的都要一致 你知道吗 你不能再去闪抖 因为你闪抖 法官会觉得你就在骗我 增加对你不信任的有罪的企图 各位朋友司法是这样的 很多人不晓得 小丑你很会打官司 我常被告 但是我必须要说服法官或检察官 我说我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 他一看你讲有道理很诚恳 我讲就是这样 当然我被人家告的案子 没有一个会要坐牢的 我们就是嘴巴骂骂人 人家不爽就去告你罪都这样 这个罪都不太重 但是打官司时间是很长的 罪不重 即使有罪罚点钱或怎么样 大概就是这样 所以他不是滔天大恶的罪 像柯文哲这种 贪怒罪就很重 对不对 那我们当然知道 你要怎么去面对法官 面对法官最重要就是真实 我讲的东西通通是真的 我没有必要骗你 而且我讲的东西合情合理 从哪里来哪里 他一听你这有道理 所以我在讲新闻 我也是讲都是一个道理 不是我有多少年的记者经历 不是 那我把这道理讲出来 其实人人听得懂 他和司法不一定有关系啊 谢谢大家对我支持 董哥要不要先讲一下今天有什么行程 今天没有 好 那我们先把昨天没有念完 我们从昨天的开始 我们从道洋开始 好 谢谢道洋 我们昨天很多 因为是礼拜五 所以昨天没有练完 那我跟各位朋友 我等一下会练快一点 因为也有朋友在问说 欸我那个怎么没有练到 我说 因为昨天 昨天练礼拜五的 练太多了 好谢谢道洋 道洋引述 小董一边就是洪其昌 吴乃仁他们那时候涉及台唐那个案子 那 各位可以 可以把这篇文章看一看 好 道洋再次抖内 谢谢道洋 因为我刚从中管过来 这是九把刀 那时候 骂邱毅 王叉叉 大家知道 我们的 没有罪 法官都没有罪 听得真好笑啊 那没关系 各位朋友可以看看这篇文章 谢谢 道洋再次抖内 董哥好文 是谢谢 第一点组 是 大家看颜大和 那时候是办案技巧 都很好笑啊 我有时候在骂 检察官 很多检察官 气得很碰到我 都在骂我 你怎么可以这样 我说我讲有没有道理 大家点点头有道理 谢谢吴昭怡 谢谢昭怡 新竹来的好友 还有杨成光 谢谢陈光 他给我很大一笔 谢谢陈光 非常感谢 看到了 三字幕 谢谢三字幕 刚刚在中广的抖内 我非常感谢 谢谢杨成光 谢谢 宋炳龙 炳龙 非常感谢 刚刚在中广的抖内 我还有朱晋刚 晋刚来了 谢谢 然后菲伟 谢谢我们好友 菲伟 社会上的混乱不平 听完董哥 听听老哥 谢谢 带我们回到那个 没有民进党的平静日子 没有错 各位朋友大家都很怀念 没有民进党这个党的日子 温森旺 谢谢 温森旺 年轻的好友 他要董哥喝水 还有张克勤 张克勤 请我喝咖啡 谢谢 然后 杰兰 婆 婆 索罗 他也是 最近 都对小董非常多的支持 谢谢杰兰婆 索罗 谢谢 陈维基 不是 很形容 马来西亚的好友 非常感谢 他从马来西亚抖内我 还有张梅华 谢谢梅华 好朋友来了 董哥要喝水 谢谢 欢迎小董真心话 那柯文哲这个案子 现在到底是个怎样的情况 我用我的思考来推敲 各位朋友 我没有内线 没有内线 因为他们都在封杀我 大家很清楚 我用我的思考 来推敲的话 我一定比所有电视台那些还准 所有电台 还有所有在评论那些网红还准 因为我用平常心 我在想你在想什么 柯文哲现在在想说 检察官已经有了什么的资料 那我要做怎么样的防疫 那检察官现在在想什么 检察官认定 柯文哲会做这件事情 一定有哪大好处 他的背景是什么 柯文哲为什么要哪大好处 因为他选总统 他选总统靠小草 小草的钱 所以有人兼8千亿万的 这些都是小钱 各位朋友 你要选总统 你没有一个大的财团 两个大的财团 这个险战是很难打的 各位朋友 我讲实际话就是这样 你没有那样的情况 是不好打这个险战 因为他这险战分能都不 像我长期在跑险级 我敢讲台湾讲险戟新闻 我跑险戟新闻 比我熟的人少之又少 我不认识其中任何一个 我敢讲 比我熟的人少之又少 我可以不看任何资料 我就告诉你是怎么样 过去怎么样 现在怎么样 很多人讲 你怎么那么神 没有 因为我没事我都在看这些 我没事都在读这些资料 你知道吗 我把它当做一个很有兴趣的 一本小说一读再读 我就是这样 那怎么会有这种 小董你这种人 有就是我这种人 我不骗你 那我们讲很多东西 你就会发现 他才是入情入理 这入情入理 现在检察官 跟柯文哲两个在斗志 各位 这斗志很传神 检察官的志 绝对不如柯文哲 但是检察官他有缩手权 所以对他最有效的武器 第一个 我从柯文哲那边拿到东西 我现在要来破解 拿到这些东西里面 他写的不一定很见钱 有的东西很含糊 对不对 譬如讲什么含糊 小董有个笔记本 我不会写太清楚 因为字太多了 那我要写含糊 我今天要讲什么 没有 在我脑袋里面 我脑袋讲完了 节目还没结束 我要讲什么 我就要瞄一下小车子上面要讲什么 其实有很多东西我都没有讲 这个很多东西 譬如说 我要骂的东西太多太多了 根本讲都讲不完 管中铭 所以有个提名大法官的一个教授 怎么样怎么样 他第一个时间讲 我就知道讲的是刘靖怡 刘靖怡在我节目也被骂过很多次 我就很看不起他 什么台大狗发手的 管中铭说我现在想到他 我都还是混恨微笑 因为你是一个台大教授 你揉制这么多东西来打击我 对不对 是啊 这利盈的写者 本来就是这样啊 他们只为他们的意识形态服务 我讲就是这样 他们为什么要去揉制 要来羞辱管中铭 因为管中铭是外省人 在马航九政府里面当过 当过部长嘛 等于说经监会的主委嘛 叫国发院的主委嘛 那他们认为说这个可恶 外省人嘛 就这样 这个就是意识形态 刘靖怡 这种人 他当然有 有国外不错的协力 才会在台大 当教授嘛 可是台大的老师喔 没有品格 没有人品的人比比皆是啊 包括柯文哲都是啊 我已经讲很多年了 各位 都可以替我作证啊 我也不是今天第一讲 对不对 台大本来就是一个这样的学生 他就是 专门在培养台独的嘛 你只要是台独 你通通对嘛 政大现在也 也开始这样了 你知道吗 这几年也都这样了 政大的教授告诉他的学生 你们去立法院参加反送中 哦 参加那个太阳花什么 哦 不必上课 就去那里上 这种畜生教授 现在也被提名大法官的人 比比皆是啊 各位我讲 所以你们 欸 为什么会这样 政大台大 这种教授 每天都鼓励学生 去参加太阳花 不要来上我的课 哇 教授鼓励你 你去不去 师大也一样 为什么这三所学校 离立法院都不演啊 都在台北市啊 对不对 大家学生就 哇气啊 哇 学生代表正义啊 学生代表正义 畜生能够代表正义吗 他们有什么示威 然后再加上一些法官 哇 他们可以啊 哇 他们 公民不服从啊 是不是 我们台湾社区变成这样了 所以我刚在中广喔 各位 我今天在中广 各位可以去听 因为我不喜欢宠物啊 我中广的主题在哪里 我说今天喔 各位朋友 我希望大家有空喔 晚上或怎么样 听听我今天在中广论坛首讲的 我讲喔 我说我 我们今天喔 在电视上看 大家都在骂柯文哲 四九五十五一五三五四五五五 五六 五六当然是TVBS 那你往前看 除了TVBS之外啊 每一台是不是 哇 马克文哲骂得多厉害 尤其 三立跟民事骂得多厉害 我今天 我在中广主题是在讲什么 各位去听一听 但是大致上我跟各位提一下 我就说今天喔 你看到这些媒体 名嘴 律师 网红 还有这些报纸 还有这些政客喔 现在在罵柯文哲 在把他 讲得很不堪的喔 十年前他们挺柯文哲 是他们是柯文哲铁粉啊 然后一直挺柯文哲一直挺 他们现在 他们现在 你们在把 在现在网路大家可以 掉出十年前的袋子啊 你在把他拿来做对照 你会觉得这些人好恶心喔 阿伯不是你们把他养成这样的吗 你们今天有什么脸 讲得好像自己正义凛蓝啊 你们一直是帮凶 一直是重换 然后现在好像自己哇 好清高喔 自己好公正喔 哎 柯文哲怎么可以怎么样 怎么样 现在柯文哲被抓喔 他儿子在日本嘛 有人去找他儿子 第二天碰到他儿子在餐厅吃饭 正在吃牛排 爸爸悲观儿子还在吃牛排 哇 那个牛排 将近一万块的日本 日盐啊 就大骂 怎么可以有这样 怎样 我觉得这都是太够当了啦 知道吗 每一个人疏解压力的方式不一样 爸爸悲观儿子我很难过 可能有些人家吃很好 我老实讲 这个已经 已经没有人性的各种涉及器影视了 对不对 阿陈佩奇现在家里没人 阿他出去 他们家 他们家又 他们家附近我住够 我以前住的是平房很便宜 学生 租给学生 我当学生的时候住够 现在当然很贵 阿那边我很熟悉 阿金山南路 信息路 教会狗 宝宫西宴 英吉利 宗表公司 宝导眼镜 西来顺 那边就是靠永康街 我非常熟 但我要讲不是表示我熟 我说 阿万一陈佩奇想家里没有人 那我出来吃碗乳肉饭 那个转角那里有叫胡锡章 那我吃过乳饭 被人家看到 我老公在里面吃老饭 你还有心在那边吃乳肉饭 对不对 什么都能讲 难道老公被抓机关 我就不要吃饭吗 你还吃得下 我为什么要吃不下 我要打起精神 我要吃饱饱来想 我怎么去打鬼救夫 各位知道什么叫打鬼救夫吗 司马忠元的小说 后来改编成电影 他老公快死了 一个鬼一直在骚扰他 要取走他的性命 取走他的魂 他就跟那个鬼缠斗 那个 湘野传奇嘛 司马忠元跟大春 他们写到湘野传奇都很好看 各位朋友 那大家看 是啊 所以我们现在讨论很多东西 小董讲的柯文哲 其实我讲他的个性 他的品格 他的作为 十年来大家都可以知道我没有变 对不对 从他要选的时候 我就知道 这个人就是个腐烂 可是那时候前台湾如脂如脂 如脂如脆 每个柯P 怎么样 那些台大学生 哇 柯P 他们还用柯P去呛李秀莲 你现在说你不要每天讲柯P 哎呀 请问李副总统 你这个你懂什么 哇 怎么样 我那时候都看到那一幕 我就傻眼了 我们社会上没有示威 没有错 台湾社会哪有示威 除了小董真心话哪有示威 讲出来听啊 你今天很多东西都可以去翻 我不是要翻旧账 但是翻说 那你当年怎么要这样 你今天讲柯文哲把它讲得不堪 你当年怎么去抑护他 柯文哲一日双塔 从台北骑脚踏出去 沿途只要到每个路口 民进党的立委 那时候要选立委啊 民进党的立委候选人 每个人骑着脚踏车在那里等他 要陪他一段啊 要让记者拍到啊 哎呀 柯文哲 我陪柯文哲在 对不对 民进党台北市议员 除了王世坚之外 所有的 立营不止民进党 包括其他的党 国民党新党除外 大家看 哪一个人 不要 柯文哲选台北市长 他们要柯文哲去帮他站台 因为他们在选议员 我讲的议员跟立委 不是这个情况吗 民进党哪一个立委 没有陪柯文哲 陪他骑一段 陪他走一段 每天吹捧阿杯 有没有 有啊 好 那请各位朋友 去观察啊 其实台湾很多人 就是恶心到几点 你有什么脸啊 对不对 小董喔 我有时候在讲新闻啊 我跟你讲 我是用很平常心来看很多新闻 这个平常心就是 我们很多人哦 他把它放得很高调 哇 这个柯文哲一定在干嘛 或一定怎么样 不必要到那样 你只要用平常心来想 这个人碰到这个问题 他会怎么样处理 如果是我 我会怎么处理 那现在检察官呢 检察官因为他用政治在办案 他要让他慌乱嘛 他觉得说 哎 我现在好像有点不利 他就丢一点东西给媒体 那媒体就就爆炸 哎 1500小沈沈青青 哇 大家就开始去猜测了 啊 挺科的人 后我周遭很多朋友啊 1500是时间啊 我说那不是时间 外行啊 我第一个时间就讲到外行啊 怎么是时间 跑过台北市长的人 怎么会同意那是时间呢 因为我们知道市长的时间 是登记在怎么样的情况下 而不是登记在你的随身碟里面啊 这太清楚了吧 现在 果然人家查出来 那个时间你根本在跟里长会面 你哪有时间去跟沈青青那个 各位朋友 我讲这个不只表示说 谁高明谁不高明 而是你要用平常心去想想所有 美城商 一直是我的 我是丹洪水 我们刚刚念到张梅华 好 谢谢梅华 梅华给我们支持 更独立 Twin你 就 是 谢谢Twin你 那友董哥 真好 谢谢 非常感谢他给我大大的一笔桌呢 是 Intel NO-PURPOSE NO-PURPOSE 謝謝 而且也沒有人會把行程記在EFSP裡面 笑死了 沒有錯啊 那TBS 因為他有聽我的廣播嘛 他們馬上去找出來 前年11月1號下午2點到3點 柯文哲在大總區跟里長見面 採訪那個記者我也認識 拿出來一看 你們還要替他講東講西嗎 沒有錯 謝謝 謝謝 聽董哥意思的話 就是上一堂課 謝謝 非常感謝馬拉格基 謝謝馬拉格基給我們支持 他從葉蘭來 感謝 然後慈禧陳 謝謝 謝謝他抖累我他沒有留言 感謝還有屏 謝謝屏 胡平的屏 謝謝張梅華 梅華來了 謝謝 支持董哥 感謝 然後楊鋒 楊鋒的那個 血音大家一定知道 百草就是一 一群 沒有錯 淡利 是他們都是淡利 然後陳 是 我們從今天的 是 謝謝秉龍 秉龍給我支持 非常感謝 他沒有留言 感謝秉龍 謝謝 然後道揚 道揚來了 一個董哥的好文 在講什麼精英 我說兩個都不是精英 馬菜都不是精英 謝謝 然後道揚再次抖累 說判太陽花一審無罪的法官 習泰成 張紹威 還有文嘉倩 他說公平可以不服裝 二審 這些法官 既然說因為很 因為很緊急 所以他們要怎麼樣 我聽你在 XXX的 我照罵 我老實講 道揚 謝謝道揚 在這朵內 給小董過去一篇文章拿出來 請大家看一看 謝謝林明賢 謝謝明賢 還有吳昭怡 新竹來的好友 謝謝 三字幕 感謝你 錢寧誠 謝謝錢寧誠 給我的支持跟鼓勵 還有朱進康 當然還有張OK 謝謝張OK 文森晃也來了 謝謝 所以柯文哲在想什麼 是檢察官要去推測的 我手上有這些東西 我怎麼樣再來針對他 一個人被關在牢裡 你會害怕 很多人講 柯P會怎麼樣 沒有柯P只能跟律師討論案情 那他其實外面是隔絕的 這個收押金件的用意就在這裡 為什麼檢察官喜歡押人起功 收押金件 因為押起來你就會害怕 今天上午彭真生被檢察官從看守所裡面提出來了 大家看了嘛 穿一條短褲 披一件長衣 自己走了 彭真生這幾天很害怕 為什麼 因為他不曉得發生什麼事 但是彭真生有沒有收錢 應該是有 然後你被抓到了 那你現在要不要坐牢 你一定要坐牢 我檢察官明白告訴你 你一定被判有罪 那我收錢你怎麼收得到 很多人以為你收錢別人收不到 譬如講 我收錢我可能 用我過去的基要秘書 這是新婦 這基要秘書一定是新婦 我用我基要秘書 他姑媽的妹妹的帳戶 你怎麼查得到 他姑媽是他信得夠的 他小時候跟姑媽一起長大 小時候很照顧他自己的妹妹 所以這個人是可靠的 可是你在外界完全沒有關係 各位你懂了吧 這就是我的人頭 但是這個人頭 我要很信任得過他 你懂了吧 他不會去對外講 他不會把錢偷偷領走 所有這些東西我都鋪陳在這裡 各位懂了吧 所以吳淑貞那時候買了很多房子 他的人頭是林文煙啊 林文煙是他的人頭啊 林文煙說認的是我 沒錯啊 那兩棟房子是我買的 可是是他要我當他人頭掛名啊 各位我講他的過程大概就是這樣 你知道嗎 那沒有講沒有人知道 林文煙一路阿扁提拔他 我跟他也認識啊 他人其實是不錯很會經營啊 那你當然會有些疑忠嘛 阿扁一路提拔我 他太太希望買兩個豪宅 寶萊豪宅 執行員豪宅或什麼豪宅 我沒辦法季節啊 他沒有他提拔 我現在就是一個公務員退休而已啊 對不對 每個領個八萬十塊 十萬啊 退休金 可是我被他提拔 我做過政府的這些藥職 我現在財產好幾億啊 這就不一樣啊 人要感恩 阿他既然請我做這個我就會做啊 各位這就是人的心理 你也不能他也不是壞人啊 阿這個犯罪 那請問他他找我 我難道說我不要 我季節你 然後講這個忘恩負義啊 你幫我刮個名而已 我信任得過你耶 將來這個房子我要回來 你也無焉無悔 把房子 喔 轉給我 簡單講就這樣 所以 這個錢在藏 是很難找的 各位朋友 這個錢在藏 阿有一種情況是在國外 我把錢藏在國外 你檢察官不可能找得到嘛 對不對 我在國外 我兒子在那裡練書 我用我兒子的英文名字 因為不可能中文嘛 用名字在那邊開個戶頭 你怎麼會知道 國外的銀行會配合你嗎 會配合你台灣檢察官說我要查什麼 不會嘛 你根本查不到啊 各位 很多方式啊 要不然我把錢藏在大陸 我在大陸開個戶頭 阿你怎麼會查得到 大陸不可能配合台灣去辦案嘛 各位有各種各式的方式很難辦你知道嗎 所以檢察官 雖然常被我罵 可是檢察官有他的一個極限 這個極限你要去推敲 要去 要去偵破 那這個偵破要怎麼偵破 很多事情不是只有一個人 譬如說我送錢給你 至少我們兩個人知道 你有收錢 我有給錢 對不對 但是威京小省 要拿錢給柯文哲 他自己會送嗎 不會啊 威京小省要拿錢 他請他的秘書 你去把這個錢轉去哪裡 轉給應小威 就被發現了 威京小省找了八家 自己旗下的公司 總共轉了四千七百多萬 到應小威的五個基金會 我告訴你 這種錢還比較好查 因為有金流往來嘛 這個就是笨嘛 這個就是笨 有恃無恐啊 這怎麼可能查不出來嘛 這五家基金會 都跟應小威有關 我檢察官怎麼可能不去查 我一查了 是拿幾家錢 怎麼會記起來過來 這個錢的流動 這家公司 奇怪 為什麼他 中共保錢 中共保錢當然是中華工程的子公司啊 這個線一串 就是一股拉巴掌 都是指向威京小省嘛 簡單講這個就好查了 我講的應小威跟 沈青青這個就跑不夠了 對不對 可是 威京小省 沈青青給錢給客問者 你要怎麼查 你現在有查到什麼 現在外界不知道 檢察官也沒講 我們都在講都在查金流 金流真的很不好查 不像我剛剛講 沈青青給應小威這樣 很容易查 因為都在 都在帳戶裡面嘛 沒有錯 那客問者的也在帳戶裡面 問題不在客問者的帳戶啊 如果他有收錢對不對 問題也不在 陳佩奇的帳戶啊 也不在柯媽媽柯美男的帳戶啊 因為他會避開這些大家熟知的親戚嘛 各位懂了吧 所以我如果要償錢 我要藏在哪裡 因為我不可能像 吳淑貞那麼大膽啊 只收現金 現金八億都要放在國泰的金庫 太大膽了吧 你這個錢光要搬動 你要顧車來搬耶 卡車來搬啊 是不是 那 金庫 金庫只有經理有鑰匙嗎 沒有啊 也有員工有鑰匙啊 員工的鑰匙 點家要來看 我要替他打開門啊 鑰匙歸我保管啊 那我知不知道有那個錢 我當然知道 我管這個鑰匙 我怎麼會不知道 啊誰來看過 我要登記啊 陳志忠帶 帶他老婆來看過 幾夜幾號幾點幾分 都要登記啊 不會只有兩個人知道 各位你懂吧 神經經要給錢給柯文哲 不會只有他們兩個人知道 他要請他的秘書 或他的心腹把這個錢領出來 或者說 柯P只要現金 好 那現金一次只能拿多少 不然很重啊 對不對 那柯文哲如果拿到現金 他要怎麼處理 那他不要現金 要轉賬 要轉去給誰 這些東西都要去勾擊出來 當然要花很多心血 而且要腦袋清楚的檢察官 不是滿腦袋只有政治的檢察官 各位朋友 小董是非常清楚這樣的邏輯跟 運作啦 一般人不知道 那柯文哲在想 檢察官已經拿到了我什麼資料 他一定會順著這個查 好 那各位朋友 你看柯文哲在 認為檢察官拿到怎麼樣的資料 我大概知道啦 我大概知道 當然最主要是金流嘛 但其中還有哪一些東西呢 金流查到了 柯文哲死路一條了 說會 柯文哲至少要判十幾年了 因為這個案子的金額太大了 法官說有兩百多億的利益嘛 他這個錢的多跟少 跟那個犯罪的刑期是有關的啊 你如果錢不是很多的話 大概都七年 七年半這樣 因為七年是起跳嘛 彈奴是這樣 那你要多一點點 比如說柯文哲他們認定有判七年四個月 對不對 就是大概是這樣 那你這兩百億 我不可能判你欠啊 一定十幾年啊 我告訴你就是這樣 那柯文哲這個容易查或不容易查 如果我是檢察官喔 我覺得我很容易查到 但是我不敢指望現在的檢察官 因為他滿腦有很多 意識形態跟政治嘛 那我們要辦案喔 小總當然我不是檢察官 但我知道要怎麼做啦 那柯文哲呢 柯文哲 當然他的智商比我們高 他有什麼方式來破解呢 我覺得沒有辦法 因為檢察官的結招就是 我把你封閉在裡面 讓你自己去胡思亂想 你會想說 我放在我那個新婦姑媽的妹妹的那裡 會不會被發現啊 那會怎麼樣 那你可能會有一些動作 這個動作喔 當你動了以後 就被發現了 就像一條魚一樣 你吃了這個耳 我怎麼會知道 因為上面的弧錶已經在動了 各位你懂吧 所以辦案其實很複雜也很簡單 好董哥記得喝水 我們剛剛念到張OK 謝謝張OK 非常感謝 張OK 文神晃給我們支持 要董哥喝水 馬來歌姬 越南來了好友謝謝 然後楊子姐姐來了 謝謝 還有張梅華 謝謝梅華 感謝 董哥喝水 謝謝 還有愛麗克斯 謝謝愛麗克斯給我一張 漂亮的圖 還有 慈禧城 謝謝慈禧城 非常感謝支持董哥 支持正義的力量 謝謝 再來是VVN JAPAN VVN JAPAN 是 那謝謝他給我們的支持 他說董哥 聽了先前的節目 覺得馬總統 碰到了破壞哥 碰到了更多 沒有錯 沒有人替他講公道 老實講 全台灣只有 我還在替他講 我也不是說我喜歡他 我這公道就應該 一視同仁嘛 謝謝馬的歌姬 謝謝馬的歌姬 給我們支持 非常感謝 然後愛理生 謝謝愛理生 謝謝愛理生 給董哥喝咖啡 感謝感謝